Hello,你好,我是Cindy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球的王子 他是世界冠军 他如何来以饮食改造他的身体 让他获得冠军 而且是很多项的世界冠军 不只是这样子 当你做这个改变的话 你可以解脱食欲的控制 瘦身,心情变好,身体很有体力 那他做的这一项事情是什么呢 他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这位网球王子 他就是Novak Djokovic 很多人可能知道他 他跟三普拉斯一样 在网球界是非常有名的 他的手腕是非常的全方位 他是非常精准的一位网球选手 他的履历也很优秀 他赢了10个冠军的头衔 3个大满冠冠军 43场连续比赛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他得到冠军的两年前 他连一场比赛都没有赢过 他曾经在球场上饱受疼痛 呼吸困难 伤病困扰的一位专业球员 那他做的这样事情 很简单的 让他成为世界第一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 这个是他亲身经验分享给各位他的过程 而且他的方法非常有意思 那直接他的秘密来揭晓的话 就是他解除了肤质 Guten 他去除了Guten肤质 在他饮食里面 很神奇的对吧 光是去除了肤质 他解除了很多痛苦 他能够专心在网球练习身上 成为世界的知名的网球选手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又没有对肤质过敏 我为什么要去解除肤质呢 其实现在肤质过敏 有很多不同的分类 轻微的有像wheat allergy 就是卖过敏 还有像gluten intolerance 肤质不耐症 那严重的就像celiac disease 那这些全部都是跟这个wheat里面 含的gluten肤质有关系 但是程度反应程度不一样 那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而且为什么现代的人 有那么多不同的反应 原因是现代的卖种类 跟以前的卖种类 非常的不一样 现在的卖种类是被杂交过了 基因改造过了 被喷了很多农药 被撒了很多杀虫剂 现在的卖是非常的强壮的 而且将近百分之五 现代的卖里面含的蛋白质 是我们现代人身体分辨不出来的 不知道它是谁 不知道怎么去对应它 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 吸收它的物质 那当我们人体长时间 持续去吃这样不明的物质 当然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有反应 那反应的这个程度不一样 轻微的就像wheat allergy 小麦过敏 那小麦过敏跟其他的食物一样 你对某一种食物过敏 有人对海鲜过敏 有人对花生过敏 有人对面粉蛋过敏 那同样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球蛋白1 有一个反应 对于这个物质有一个反应 所以有些人会皮肤发痒 还是打喷嚏 还是任何过敏反应 这个是比较轻微的小麦过敏 那接下来比较中微性的 就是gluten intolerance 或者叫gluten sensitivity 腐质不耐症 腐质敏感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个体当他吃肤质的时候 他会觉得头晕脑雾脏气 严重的话会泻肚子 这跟其他的像lactose intolerance 就是乳糖不耐症 还是其他的不耐症 是一样的反应 我们身体没办法接受它 抵抗它 所以就是直接排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身体里面开启了一个炎症 当我们吃gluten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有特别的一个酶 去消化它分解它 那其中一个分解出来的蛋白质 叫做gluten 骨蛋白 还有另外一个蛋白叫做 theatum 脉胶蛋白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 所以这个gluten 在我们身体里面开启一个炎症反应 所以这个个体会感觉到不舒服 但是隔几天之后它又好了 那最严重的这个就是celiac disease 那celiac disease这个情况呢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特别的这个酶 当这个酶去分解gluten 成为gluten 还有gliadin的时候 这个免疫系统开始去攻击 不是这两种蛋白 是这个酶 它自己 所以celiac disease又叫做自身免疫系统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开始去攻击 身体里面自己有的一个组织 所以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像Hashimoto's 巧本甲状腺炎 它就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的情形 我们身体里面在攻击甲状腺 所以celiac的话就是这样的情形 它在攻击自身有的这个酶 那我们不要这个特别的酶去被攻击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身体很重要的酶 它负责帮我们的肠币给紧化 那当我们吃很多的gluten 很多的腐质的时候 它就会被攻击 这个酶就会被攻击 那当它被攻击的时候 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这些绒毛 这些V来就没办法去吸收营养 导致这个个体会失去很多营养 没办法吸收很多营养素 所以听起来很严重对不对 没错最好是避免 腐质是最好的 无论你有没有celiac disease 但是悲剧还没讲完 如果你是真的对于肤质 过敏很严重的人 celiac很严重的人 那不只是要避免所有的脉类 连骨类都应该要避免的 为什么呢 因为gluten它是gluten 骨蛋白加上gliadin 其他的骨类 他们也有含这个gliadin 所以像米还有玉米 非腐质 一般没有含腐质的这些骨类 他们也会有含 会刺激我们身体里面 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的食物 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特别的酶 去分解gliadin 所以如果要避免这个过程的话 最好就是避免所有含gudin 还有可能会含gudin的骨类 是最安全的 那当然如果你在吃一个生酮饮食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生酮饮食完全就是没有含这些物质 没有含gudin 那听起来非常的麻烦 一下食物的选择性减少了很多 但是好处是你可以自己来做个实验 先从两个礼拜开始 当你去除掉gudin的时候 你的感受是如何 很多研究报道讲解说 一般人当他们切除gudin会有什么感受呢 他们的精神变好了 突然有很多的精神 不再觉得疲劳劳累 不知不觉的减肥瘦身 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 胀气消失了 小腹变小了 关节疼痛降低 减少头痛 食欲减少了 减少忧郁症 很多过敏性也会减少 你的骨骼变健康了 皮肤变好了 减少掉发的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好处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对这个脉过敏 然后一直在吃脉 所以你先从两个礼拜14天开始解除这个脉 然后看你的反应 看你身体的反应 然后再决定 你要不要做这个无辅职的饮食生活 那这位网球选手 网球冠军 他就是这样子来让他获得很多头衔的 好 今天就是很快地跟各位讲 这个novak Djokovic 他赢得冠军的秘密 那如果你对于他详细解剖 他如何做的话 你可以参考他的书 来做更深度的了解 如果你觉得这个video对你有帮助 麻烦你喜欢分享 谢谢观赏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